警方是不是有开箱 您有没有受伤现在 没有没有没有 警方没有对您开箱 好像他们没有射进来 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最基本的 这个自我的要求 就不可以让这个陈静兴在当时 因为他的心情起伏 而造成任何的这个危机 陈静我现在在电话当中 我可以听到那个小孩的哭声 您也是一位父亲 您打不打算让这个小孩 以及其他人 能够现在平安地离开呢 我不能够让陈静兴 站在一个罪犯采访所谓的高度上 陈静兴并不知道 他在接受一个现场的访问 所以让他没有主控存在 否则的话 坦白讲陈静兴在那个时候 会觉得他想要表达什么 或他说什么 那就不是我能控制的 那就可能会出现失控的这个状况 本周日晚间八点 台湾启示录 南非五官官邸 最长的一夜 有些人